新竹市長高鴻安一審遭判有罪後 被停止處分 行程由副市長邱成遠代理 但黨內立委張祺凱語出驚人 認為高鴻安不是在市長任內涉談 這處分根本違憲 黨內同志大力護航 引來網友嘲諷 既然違憲那快去申請釋憲 還有人說照著邏輯 若柯文哲涉犯貪污圖利罪 就不能把現在是平民的他抓去關嗎 主責機關內政部長劉士芳 更頒出三法條 說一切都合規 我們不管是引用憲法 或是地方制度法 或者是公務人員的奉集法 我們都是按照規定 按照憲法 按照我們的行政命令上面的規範 來處置 個別委員的發言 我們都表達尊重 那我想任何的這個相關的一個運作 社會也都有他的公平 而高鴻安原先說要捐半薪 作為急難救助 也被劉士芳打臉 如果康國家之凱 把本來應該給他的薪水捐出來的話 我覺得大概是不符合 我們行政員所說的奉集條例 裡面的相關的維持 基本生活所需的奉集條件 真的是很低級的錯誤 就會被大家這樣子拿出來檢視 拿出來打 你何必這麼幹 你一個人丟臉丟的不是你的臉 丟的是所有人的臉 高鴻安社灘 連過去最挺民眾黨的網紅館長 也重話批評 張祺凱跳出來護航 似乎火上加油 三粒新聞 張浩宜 黃燕景 讓我們繼續小組 特報道